他不当天的保密 又是谁的出现 让他一起青春年华 只要有节目什么的慰问的什么 他这都是在最前面的 他帮我谈恋爱 帮你谈恋爱 你妈还碰有一个宿舍的 咱们说上 214 还有哪些青春好友来到现场 你看谁来了 即将为您呈现 这里是天津卫视 你看谁来了几个市场 尤其主持人王芳 王维烈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天津卫视 给您带来的你看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今天的大来宾 她是实力派演员 大爷二 你叔是老夸你 说你又贤惠又勤快 还会治病 谁要娶了你 算想了福了 要说咱羊羊 还真有眼力是不是 我跟你说 我现在真是不知道 这些年轻人是怎么想的 你说他们老了老了 涂什么呀 不就涂个儿孙满桃吗 他们就是欺负老年人 我跟你说 咱们能忍就忍吧 没办法 她所塑造的角色 都入目三分 节日做客 你看谁来了 她又会带来 怎样的人生故事 你穿这么漂亮 这感觉是当相亲 你看这 我俩就说得一块了 不会是刚去相亲了吧 跟谁相亲呢 跟谁相亲不行啊 跟我啊 还有这想法呢 跟我 我是怕你这个受不了我 那我愿意 明珠老师呢 是我们特别好的朋友啊 其实这几年 我觉得明珠老师 是越来越忙了是吗 没你忙 没有啊 好像拍了好几部 特别好的戏啊 平凡岁月 对啊 平凡岁月 还有呢 夫妻哪些事 夫妻哪些事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看看 您这好像都是跟那个生活 这老百姓那种 家常里短有关系啊 也吗 最近都谁演您的儿子 或者女儿啊 我的大儿子是沙翼 平凡岁月中 李大宝 沙翼 然后李二宝 三宝 有大雅 小雅 对 完了左多是我儿媳妇 完了高娃老师 是我的姑姑 孩子的姑奶奶 是我姑婆婆 你的姑姑 孩子的奶奶 统成姑奶奶 姑奶奶 我就是以我的孩子的口吻 永远叫她姑奶奶 尊重的 上一期节目 你们那个巨轩 你来了以后 他们都说人家杀意 抠门啥的 后来我以为你能说实话 说其实还行 结果你也说人家抠门 后来杀意 有没有打电话找你 没有 他知道是调侃 杀意给我打电话了 这样这样 今天杀意听说您 又来我们节目呀 专程发来了一段视频 给您来看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杀意 首先呢 祝贺我老妈 录制这个节目 能够圆满 能够愉快 然后上一期呢 你们录制的这个节目呢 我也看到了 大家给遇入了我很多的赞养 谁最抠门 查意 好像还真没请过我们吃饭 大家没请过我们吃个饭 还没请我们喝过水 妈 对不对 你们俩说一下 谁最抠去主力 对 我同上 说大哥坏话 你们受得了吗 真是这样 都很饿 很饿 对 对 都没吃上 虽然你不说八道 没有任何的证据 因为据我所知 我请过大家吃火锅 是吧 然后呢 老妈咱们第一次见面 就 拜访多呀 他们说就说了 你就不能忘记了 是不是 咱俩感情最好 很想念老妈 然后呢 当然更想念老妈的炸酱面 再一次预祝节目录制 一切顺利 原本成功 但是 夏宇说句话 我还挺感动的 能看得出来 你们感情很好 是吗 很好 您还给大家做炸酱面呀 对 我看出来了 跟您拍戏 这有吃有喝的呀 真好啊 其实我看得出来呢 明珠老师 一直都是这样一个 热血热肠 对谁都特别好的 一个 不能叫老太太 咱还年轻 您叫老太太 年轻的老太太 妈 妈 对 大家的妈